各位好,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个手法 叫做Eleven Stroke Row 它是由11个声音所组合起来的 它的手法分别是这样子 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右右右左 或者是反过来 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左右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由五组的双级 或者是说双点 这样一共有十个点 最后再加上一个单点 这个通常我们会在最后一个单级 声音下得稍微重一些 然后前面的声音就保持平均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分配你的轻重音 我现在来示范一次 反过来 现在我用这个传统式握法再示范一次 当然实际上运用的时候 你可能光是用右手起 就从右手开始的右右左左这样的版本就可以了 或者是从左左右右这样开始也可以 不一定会是像刚刚我所示范的这样子 一次右手开始一次左手开始 它不一定会是这样交替使用的 另外一个记忆的诀窍 就是把速度稍微提快一点 但是你可以去记忆这个五组的低抖 就是一二三四五重音 反过来一二三四五重音 当我念了一到五 事实上每下去一个动作就是有两个音 另外一点你要注意的就是 关于这个重音的动作 一二三四五 在前面的第四个动作的时候 做完的时候左手已经拉起来 有一个molar准备要下接下来的重音 再看一次哦 这个molar的这个起来的动作 它起来的时间点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太早起来的时候 它会让你这个前面的低抖这个动作 做得不够扎实 所以你还是要确认你前面的这个低抖 动作完成声音扎实的程度 要跟你其他的低抖一样 彻底的完成这个动作之后 才在开始molar以及重音的这个动作 好 我们来试一次 反过来 好 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练习 请先把它练习到内化 进入到肌肉记忆的程度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训练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 11 Stroke Row的练习 这个练习的架构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小节内完成的一个练习 第一拍是四连音 所以是1 E N R 第二拍是四连音省略第三个点 所以是2 E N R 第三拍是四连音 3 E N R 第四拍是只有第一个音 4 E N R 连起来是这样子的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现在我要把这个第二拍的第四个点 一直到第四拍的第一个点 这里面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点 把它打成11 Stroke Row 所以是我从第二拍开始算起 2 E N R 3 E N R 4 再一次哦 2 E N R 3 E N R 4 再一次 2 E N R 3 E N R 4 加上前面的第一拍 1 E N R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速度稍微加快一点 然后我会省略这个 E N R 的这个时间点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打得没有很好 再一次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当然你也需要练习反过来 虽然反过来从左手起的这个手法 在实际应用的机会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也有练习它的必要 现在我要实际上示范一次这个手法在节奏里面搭配进来会怎么用哦 那我就直接在这个点 在这个pad上面来演奏 这个节奏的感觉 1 2 3 4 1 2 3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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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2 3 4 1 2 4 1 2 3 4 1 2 4 1 2 5 1 2 4 1 3 5 1 2 5 1 2 5 1 2 6 Zither Harp Zither Harp